你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MKC新闻,我是火赫星 今天要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如何培育优质的第一线服务人员以及营业主管 服务业流动率高一直是经营者的困扰 也深深感觉人才培育非常不容易 为了解决这样的现象,我们来探讨流动率高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过长的工时 门市卖场超时工作非常的严重 卖场营业时间通常从早上的十点到晚上的十点 中午和晚上各休息一个小时 一天共工作十个小时 但因为门市需要开店前以及关门后的调整时间 通常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以上是司空见惯的 如此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了门市人员的离职率过高 也使得希望于门市扎根的营业人员 常常心有余额力不足 第二个原因是薪资偏低和休假制度不良 经营者常将门市工作视为一般劳务性的工作 给予微薄的薪资 但需要承担庞大的业绩压力 并且休假制度通常以月休六天来计算 有一些制度良好的公司才有月休八天 加上一般的门市主管习惯假日排自己补修的文化 这样子的做法一方面曝露了公司的管理制度漏洞 另外一方面也造成了基层门市人员敢怒不敢言 并造成新进人员离职率居高不下 但门市主管却一待十几年的怪异现象 第三个原因是总公司和门市之间的沟通问题 总公司的老大心态和缺乏门市之间的沟通 会造成营业上经营上的认知若差 门市是公司直接面对消费者的第一线 但总公司的策略却一直以幕僚支援单位为优先考量的对象 不断的提升门市的营业目标和压力 造成各门市离职率居高 还有各门市智勇兵权恶斗 还有后端支援单位坐勇高额年终奖金等现象 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建议了一些做法 第一个做法是排修的调整 假日工作时间合理的轮调 每一个人至少能够在周六或者是周日休息一天 若本周六日无法休息那可于次假日时一次放两天 门市主管于周六日休假的次数不得高于同单位的非主管人员 第二个做法是奖金的分配 合理设计门市的营业奖金 若达到了营业的目标或者是要求的毛利率 可以用其百分比作为门市人员的奖励基金 然后有效的鼓励门市的同仁 另外门市主管的营业奖金百分比必须高于非主管人员 此制度有效的激励营业主管于门市认真销售商品 第三个做法是企业文化的精进 公司应该建立以营业单位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除了营业单位外的所有单位皆为支援单位 老板应该直接接管营业单位并且担任营运长的角色 营业单位负责公司的获利 支援单位则负责提供所有协助资源 并于营运长职务下设立策略顾问 提供经营的建议 第四个做法是工作时间的调整 门市工作的时间建议比较正常的上班8小时 以10个小时为最高的限制 若超过了10个小时 这应该要适时的给予额外的津贴 工作时数过长 薪水少 休假少的门市工作环境 永远培育不了专业优质的门市经营管理人员 总而言之 提升台湾目前流通业门市的环境 门市形象 还有栽培门市经营管理人员已经刻不容缓 顾客对于品牌认知 不只是从广告 DM获得 更多的品牌印象来自于门市服务人员的态度 还有在门市消费的体验感觉 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 在公司持续重视产品研发 大量采购低价销售 还有节省人事成本 以及大量扩点的同时 是否更应该要思考 门市经营问题改善 以及门市工作环境的问题 如此才能够彻底提升流通服务业的素质 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胡贺心 预祝您有愉快的一天 再会